请不吝点赞 订阅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警方在2012年收到有关药老的罪行是有405宗的 当中包括身体虐待 侵吞财产 精神虐待和性虐待 而当中身体虐待是占大部分有4成6 而其次就是侵吞财产有3成5元 老爷,这么早去喝早茶? 不是,我去公園找我,往伯伯聊天 我很快就回来了 好 你做我的招拐掌 老爷,你漏了拐掌 好 老爷,待会你和朋友聊天 你不需要这么早回来 老爷,你经常说腰又痛,脚又痛 你要多出街做多些运动 那身体才会更好,对吧 我竟然每天都出街了 一休闲,一休闲,还不够? 老爷,你待会下去找朋友 聊聊聊天,捉聊聊天 時間很快 这里40元,够你吃两餐 你记得,吃晚餐才回来 慢慢吃,吃饱点 晚点才回来 今天大热天使 公园是很热的 也不知道去哪里好 你可以去商场 又或者坐两元巴士 就有冷气炭了 家里电费很贵 你留在家里 又不开冷气 我怕热到你而已 其实我一会儿 还有很多家务要做 你留在家里会阻挤我 总之你… 你今晚多找些节目 你晚点才回来 快点,下去找节目 今晚晚点回来 慢慢走 好 燈热了吗 快来 很漂亮的冰冻西瓜 快点吃 今晚的天气 吃西瓜很棒 不用说 今晚的天气 享受冷气,打麻将 吃冰冻西瓜 去哪里找 你是不是不想打 快点吃 好… 你老爷呢? 早就叫他出街 快点吃 来…很冷… 在这里 很冷… 不冷… 不冷… 干杯 我擅长了 我吃了 不能喝 我不能喝 不要喝 刚才 我看你 快點 老婆回來了,在外面熱死人了 老公,回來了 老婆,這麼香?何時有湯喝 但你很臭,快點去洗澡 洗澡,吃飯 爸爸在哪裡? 他下街還沒回來 還沒回來? 是 八點多了 你又叫他老人家一個人下街 不讓他回來嗎? 老爺在家裡,又是游礁坐牢 一會兒就說腰酸背痛 你要我全天這樣對著他? 我不行 今天大熱天時,三十多度 你叫他老人家一個人去哪裡? 你現在是怪我了 你這麼有本事,買一間大屋 請那個工人回來照顧他 不如找個地方叫他搬吧 我不是怪你 你記不記得 當初如果不是爸爸拿公屋出來 給我們抽居屋 還有,他把所有的退休金 幫我們交完首期 你哪有這麼漂亮的屋子住 先喝一口茶 謝謝爸爸 坐下,爸爸 爸爸 我打算年尾和阿倩結婚 好 我等了很久了 爸爸很開心 爸爸 我們有事想跟你商量一下 我明白了 是否在錢的問題 爸爸可以幫到你 爸爸跟我有錢 不是,爸爸 我們商量好了 阿倩說打算結婚後跟你一起住 不用你孤零零一個人 媽,這麼好 搬回來跟我住嗎 我住在廚房間,讓你們住吧 爸爸,我們不是這個意思 爸爸 這間屋我們都住了幾十年了 媽媽去了之後 我又搬出去住 這間屋只剩下你一個人 所以我們想你拿一間公屋出來 去用錄表抽居屋 那到時候 我們可以有一間 真真正正屬於我們的家 那交一屋樓出來 讓我住哪裡 跟我們一起住 讓我們好好照顧你 阿明,你這幾年搬出去 都好像回來探望你 你的行動不太方便 這裡又沒有升降機 你上樓梯會很辛苦 是呀,爸爸 爸爸,你已經這麼大年紀了 你想想,如果你一個人住 有許事上來,誰會照顧你 是呀,如果買了樓之後 我們會一起住的 你讓我好好照顧你,孝順你 你放心,到時候你的生活一定比現在更好 這樣嗎 爸爸,別想太多了 一早就這樣說吧,好嗎 好吧 你們買樓就… 首期爸爸跟你們交給吧 那就當爸爸是一番心意吧 不行,爸爸 這些是你的退休金 怎麼可以拿來做首期呢 叫幾十萬把銀行的利息 稀稅那麼多 是吧 給你們買樓就更好 是吧 我一層樓,我也有份住的 你們不用擔心 我還有幾萬元是第二間銀行 我夠用了 行了…爸爸 你稍後記得拿這間屋的文件交給我 還有,順便拿銀行傳接 還有提款時的印章給我 到時候抽到樓的時候 可以拿去銀行做按揭 不如這樣吧 把所有的傳接都給阿明保管吧 你左一本右一本的,很容易不見 是呀,我真的怕你不知道放在哪裡 不見了就不好了 那好吧,我去拿給你們吧 我要去歐洲獨立月 我們哪有錢 你先用著你爸爸的錢 不行,那些是我們做首期的 我不是說那筆 我說他另外幾萬元的那筆 將來他跟我們一起住 吃我們住我們 他也不需要用錢 那倒是 你這麼說,就是說我沒照顧過他 我現在沒飯給他吃 沒錢給他洗,沒錢給他住嗎 你爸爸已經七十多歲了 那些錢是不是遲早是你的 你只不過早了拿出來用而已 那不是問題嗎 我免得跟你爭取,我去洗澡 我還沒說完 明天六點,記住沒有遲到 車子不等人 六點鐘,我準時到的 對了,這個不是黃伯 阿明的爸爸 黃伯,這麼晚了,你還可以吃飯盒 是呀,為甚麼不見你爸爸下來做家 他的腳都走不了 他整天在家裡沒人想跟他下來做家 我說不要了 你過去兩天,沒那麼痛才讓他下街 是,黃伯,話說回來,經常在家裡吃飯盒 你跟阿明沒事吧 沒有…我一直收到的東西 不是呀,阿明今天收了? 已經回家了 對了,我肚子餓 你知道我家裡有東西吃飯的 是呀,我已經告訴我家族知道了 叫他們不要煮我飯的 是嗎?我說自己在外面搞定了 是嗎?他們對我不知道多好 經常怕我在家裡坐得多 怕我身體骨痛 叫我去街上走,多走一點 還經常給我錢買東西吃 怕我不夠飽 那你也不用餐餐吃飯盒 為甚麼呢? 外賣便宜幾塊吧 黃伯,不跟你說那麼多了 我家裡等我吃飯了 我買臭小子了,再見 好,再見 除了警方接獲的藥佬類別之外 藥佬還包括疏忽照顧、遺棄長者 疑因之藥佬的原因 亦都有很多因素 相信大家知道了 更多有關藥佬的資料之後 都會在想 到底為甚麼會出現藥佬這些個案呢? 徐博士 其實有哪些危機因素 導致藥佬會出現呢? 可以看幾方面 長者如果看藥多病 他的智力一直下降 照顧不了自己 管理不了自己的財產等等 這些情況之下 他的危機會較多 因為有些人會 保持著他有弱點 去剝削他 第二方面就是照顧者 有些人有暴力傾向 譬如他有瘀酒 毒癮 或者他在性格缺陷方面 他基本上都是一個 有暴力傾向的人 這些照顧者就比較有危機 第三方面就是照顧者 自己本身在照顧長者的情況之下 有遇到一些壓力 譬如自己不懂得疏導自己的情緒 他有些憤怒的情緒 已經發洩在長者身上 這些都是激引上來的 婆婆 我知道你和兒子 你的兒子有些不愉快的經驗 可不可以跟我們說一下 因為他小時候都很乖 但不知大大下 就看到拍攝的人不是那麼好 日常都賭人 自己幾十歲 想著他都靠得住我 跟他聯合名 後來我又問兒子 我說我不見到銀行股 說怎麼辦呢 我整天懷疑自己被人偷了 他說 不用怕 又拿不到錢 他就說你再找一次 我真的去找 找就真的在國際等我 我說為什麼人會在這裡 他又沒有出聲 有人不懂得看 有沒有錢拿了我不知道 我一刻又不讓女兒看 他說不知道什麼時候拿一次 什麼時候又拿一次 原來他就罵他 我說你為什麼拿我的錢 你開心變成跟我說 或者我幫你 你這樣拿我還能嚇到何一 當時你知道他拿了你的錢去使用 你有什麼感受呢 當然很生氣 很傷心 自己很難找 事件發生之後 你現在還有沒有跟兒子 用聯合名戶口呢 我當然取消了他的戶口 我就不跟他聯合名 我們看到陳婆婆 在受到虐待事件的時候 其實她沒有選擇去逃避 或者是啞隱 而是積極地求助 而且在求助的過程之中 亦都很主動嘗試去從根本之中解決問題 這個態度是非常積極的 如果長者在比較早期的時候 發現有虐待的情況發生 而他們要及早求助的話 我們發現通常情況沒有去到最壞 雙方家人仍然有解傾的情況 可以比較平心靜氣 冷靜地溝通一些傷處上的分歧 或者是會否有些誤會 及早可以解決清楚的話 就不會演變到日後的悲劇 我相信陳婆婆的個案 只是冰山一角 還有很多的老友記 因為家醜不出外傳 所以沒有報警 又或者找不到適當的人士去幫忙 其實如果事件 得到適當的人士 好像社工及早介入的話 相信會容易解決很多 老人家除了找社工協助之外 亦是加入我們的其樂警訊 做過精明的老友記 現在坐在我身邊的 就是來自屯門團結精英的Joe 如果大家有印象 Joe之前也為我們帶來一些防罪貼士 Joe,你有否聽過一些 有關家人侵吞了長者財產的個案 有,有很多 給家人、家人、太太 甚至乎兒女、弟弟 侵吞了他們的財產 最近政府有幾千元給長者 連這幾千元都給他們的兒女、親戚 騙了,騙了 那作為一個精明的老友記 可以怎樣預防呢 最好將財產、錢、屬於自己的錢 進入自己的戶口 或是讓自己知道的地方等 除了老人家要自己懂得自保之外 對於沒有能力照顧自己的長者 警方連同社署都有協助這類型的長者 保障自己的財產 如果警方遇見長者缺乏我照顧能力 我們會轉嫁到社會福利處 去尋求一些社福的服務 而她的程度是嚴重的 我們還可以協助她 尋求這個監獄委員會的幫助 包括照顧他們的身體 或者是財產方面的 如果長者身邊的人是發現 長者可能是被虐待的 他們可以向他們的社工 或者醫院人員要求協助 甚至是可以報警求助